当面对有生命威胁的时候 那给你的那个感觉就是 很残酷的 也是很真实的 也把我就是 放进到 生同感受的一个领域里头 每一个人也面对同一样的事情 他们也不一定比我 幸运豪彩 12月7日 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北京会见媒体 不久前才从袭击事件中恢复的他表示 预袭后更对暴力伤害感同身受 希望香港尽快止暴治乱 恢复法治精神 何君尧指出 到目前为止 香港已有约6000人被捕 对于违法犯罪应尽快处理 以免对社会公众发出错误信号 如果我们要偷偷来来又几年 那就给发出一个不良的信息 犯法是没有成本 犯法是没有后果 作为法律界人士 何君尧亦提出 希望香港法律人行动起来 积极主动地为律政司法部门提供帮助 我初步的想法就是 我们可以有资格的人 跟律政司来做一个表态 如果他们就是在 刑细的检控里头 人手不够 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资历 水平给他们一些帮助 据报道 香港立法会于12月6日通过议案 要求香港教育局严肃追究 发表煽动仇恨言论 以及怂恿学生参与非法集会 或暴力事件的教师 对此何君尧认为 学校煽动仇恨的行为 实际上已违反了基本法 仅仅追究教师还不够 我们香港就是基本法 为最重要的基本法 基本法里头有两个原则 就是要维护中国领土完整 第二条就是维护香港稳定繁荣 作为老师 纵容他的学生 跑到街头里头 搞那个人常啊等等 就是已经有违背了基本法 这个精神 所以我认为应该要告 不但只是老师 整个学校的管理阶层 也要承担这个招任 何君尧认为 一些香港年轻人 对内地存在排外情绪 这非常愚昧 在香港来讲 这排外是很愚昧 愚味的一个做法 其实他爸爸妈妈 爷爷来来 也是来自于广东上 附建厂等等 何君尧强调 香港年轻人 应该更多地了解 宪法和基本法 了解祖国的历史 认同自己的根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